我們認為教師的合理待遇 不是針對這種特定層級的調心 跟這種領選 再者是說 我們也強調了 學術環境 健康學術環境 跟良好的勞動條件的重要性 我們認為這個預算要好好的運用 可以運用在更好的用途 比如說改善生思比 公私立大學的待遇落差 然後讓年薪的學者 比如說博士生 畢業的博士生 還有堅任老師都有 最基本的 然後合理的勞動待遇 把我們所有的學者都 捆綁得非常的喘不過氣來 為什麼我們強調的是 績效平良 每一年都要有績效 甚至於國科會計劃 每一年都要提新的計劃 或者是要有新的成果 發表才能夠通過下一年的計劃 這種速食 快速的速 這種速食的節奏 才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如果不改變這個環境 讓一些過客 我長調一下 過客來這邊待三年 他不可能提升台灣的學術水準 他還沒有帶他的團隊過來 台灣沒有末會的知識 也就是說良好的學術環境的知識 這些學者來起不了作用的 所以請各位密切注意 教育部下錯了藥方 甚至於是勤軌提藥方 所以玉山學者的計劃 我的預測就是未來 他即將會被監察院糾正 就如同剛剛周平老師所做的說明 其實台灣的高教的問題 不是在錢的問題 是在於高教環境的問題 我們的授課負擔 是相對於很多 其他國家的大學的授課負擔 是相對的比較重的 我們的學期很長 我們的授課時數很多 然後我們的那個生思比 學那個每一個老師要負責的學生 那個人比例生思比很高 然後再加上有一大堆計畫 要老師們那邊 剛剛周平也講到 每年要申請國科的計畫 然後現在正在正在推動高教生跟計畫 老師們都不斷的在填平線的表格 幫忙寫作文去搶錢 然後每年申請計畫 其實是這些環境的問題 才讓我們不管在高教的教學或研究 分散了理期 重點不在於錢 但是我們之後很可能那些玉山學者 還是主要以研究為主 也就是說一直重複在少數人身上 那教育部說這筆錢爭取得來不易 那更因為爭取得來不易 更應該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那從前面的把揚文推開 其實最重要最有生產力最有動力的 其實是年輕的博士 因為他們剛寫完一本博士論文 這本博士論文是厚厚的一本 裡面一定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 有待讓大家去認識到 這是這些學者最有動力 因為他們也想儘快的脫離 限期升等這一類的限制 所以是他們最有動力 趕快發表他們論文 可是我們的獎勵卻全部 塞給那些已經在日政當中的學者 而不是讓這些年輕人 比較沒有壓力 比較有一個安穩的環境 可以去做研究 2004年到現在 2017年的 狀況依然沒有改變 還是以這個績效的方式在辦學 真正的教育沒有人管 我們的教育部缺乏真正的教育願景 不知道教育應該長什麼樣子 他只會施放煙火 花一些錢 好像我們的高教品質就可以上揚了 大家看一下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幾年前的調查報告 接近一萬人的監任教師 是流浪博士啊 這些人 他連饒記法都沒有啊 我們的教育部還不肯給他們勞基法最基本的保障 大家看一看 教育部自己做出來的調查報告 現在台灣有大概2000位專案教師 這些專案教師是什麼呢 他應該是執行專案的 但是被我們大學拿來執行長期的教學計畫 乃至於做行政 這些人沒有教師法也沒有勞基法 出來抗議要求要法律保障的時候還被學校解僱 我們教育部裝榮作養 這些基礎的保障每一個教師 保障每一個年輕人將來有好的工作 才能夠提升我們未來的教育跟研究品質的基礎分析 教育部一件也不肯幹 他只願意幹這種花錢買好看的數據的事情 這種教育部其實就是我們台灣高教燈壞的根源 當我看到台大台大106學年度的招生 博士班招生178位員額 結果只來201位學生報名 然後呢有12個系所共孤 沒有任何人來報名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國家 沒有任何人要去念博士 這要怎麼樣成為一個頂尖大學 沒有博士生的頂尖大學頂尖的起來嗎 可是連台大 連台大招生都這麼慘 就不用再去想其他的學校的博士班的學生 那我一直在想玉山計畫 好像是一個那個武俠小說的那個華山論劍 到時候應該有很多學者在爭奪 誰應該是玉山學者 是你還是我 那就玉山論劍吧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當這些什麼橫山派啊 什麼俄梅派啊 各派的 這一些所謂的教主正在爭奪武林盟主的地位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他們的教派正在落落當中 剛剛高教師長承諾 玉山學者不會只講義研究的表現 不會只看研究的表現 但是 剛剛我講的是高教師長 教育部次長說 玉山學者選的是看他的未來 不是看他現在的表現 過去的表現 但是看他的未來 我請問你 未來還沒有發生 我們要看他的未來 要怎麼看 其實我還是要說 最後看了還是他過去的表現 我們才可以預測他的未來 那看他過去的表現 我會說 他們成果不會只看研究 那我會希望社會各界一起來監督 是不是最後他們還是只看研究 喇貓 喇客 喇貓 喇貓 喇貓